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由中介衛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美國眾議院提新法案 以處罰未準確上報海外資助的大學 並將上報資金的門檻 從目前實施的25萬美元降低為5萬美元 中共黨慶 俄羅斯、朝鮮和巴基斯坦發賀電 西方無一國 日本是應中共請求發了賀電 國際糧食價格飆升 專家稱全球糧食價格 正以十年來最快的速度上漲 中共大肆搶購助長降勢 七一竊物真正的趙家人集結名單全部曝光 居然沒有蒙宣?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美國田納西州眾議員哈斯巴格 Diana Horshberger 和賓夕凡尼亞州眾議員凱勒 Fred Keller 在6月30日星期三提交了一個法案 要求處罰那些沒有對聯邦政府 準備匯報他收受外國捐助資金的大學 據《大紀元》Epoch Times網站報導 哈斯巴格在30日公佈的新聞稿中寫道 那些習慣性或草率感 沒有上報他收受外國資金的大學 他們的研究項目不應該獲得來自聯邦政府的資助 這個嘗試性的措施 既能迫使大學遵循法律 也可防止用納稅人的錢 開發的知識產權 落入類似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的我們敵國手中 他表示 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個法案 因為 我們知道中共正在通過強力盜竊美國的技術 已實現他們的全球野心 這個名為《Report Fines Act》的法案 要求建立一個三級懲罰制度 其中包括書面警告 對相關大學 處以和未上報外國禮物價格相當的罰款 只取消該學校 本應獲得聯邦研究經費的資格 除此之外 這個法案將建立 對未能上報來自類似中國 伊朗和俄羅斯等敵國 獲得資金的大學 加速處罰的機制 並將上報資金的門檻 從目前實施的25萬美元降低為5萬美元 余價值5萬美元以上的外國禮物和合同 在川普政府期間 美國前教育部長 德育斯·Betsy DeVos領導的教育部 發現美國的大學和學院 未上報外國捐助資金總額 是65億美元 其中包括外國禮物或合同 這個法案 是美國眾議院為控制外國政府 對美國大學影響問題的最新舉措 北卡羅來納州眾議員 福克斯·Virginia Fox 和印第安納州眾議員 班克斯·Jim Banks 6月份曾智涵教育部長 卡多納·Miguel Cardona 批評美國新政府的教育部 未能認真對待這個問題 信中寫道 上屆政府已經將上報報告的程序制度化 並發現了65億美元的 未上報的禮物和合同 還就此對19間大學進行了調查 但是本屆政府 只完成了對其中4間大學的調查 而且還沒有開始或更新 涉及這個調查的其他大學的狀態 兩位眾議員還問到 教育部是否對其他大學或學院進行了調查 並下發了相關的傳票 以及新政府是否願意完成 對城下的15間大學 未上報外國資金的調查 他們還詢問 截至今年1月份 調查結束時 美國各大學 對教育部到底公佈了多少外國資金援助 以及聯邦政府 將如何迫使未遵從該法律的大學 公佈他們所收到的外國捐贈資金 中共成立100周年之際 除了俄羅斯、朝鮮和巴基斯坦等國領導人之外 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政要向中共發賀電 日本自民黨、立憲民主黨黨魁 還是應中共的請求發了賀電 而日本共產黨不但沒有發賀電 還公開通批中共 迫害香港人權和侵入日本領海 中共在1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高調舉行建黨百年慶祝活動 但世界各國政府反應極其低調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 雖然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 郭業周在新聞發布會上聲稱 截至6月27日共收到1300多封賀電銜 不過官方卻僅通報了俄羅斯總統普京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 以及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漢的賀電 此外根據官媒新華社報道 曾任日本自民黨總裁的前眾議院議長 何野楊平和立憲民主黨黨魁 亦發出賀電 據《日本產經新聞》引述自民黨 相關人士報導表示 自民黨發賀電是認中方的請求 他們接到請求之後 基於外交禮節作了回應 立憲民主黨主席知野杏南 雖以個人名義發出賀電 但他亦強調 該黨對香港、西藏等遭到的人權迫害深感遺憾 中共建黨100周年 並非是讓人可以舉雙手祝賀的事情 但因北京和日本是不可避免的近距離 所以基於禮節 該黨的國際局 以它的個人名義準備了一份賀電 該黨事務局表示 這亦是應中方委託法的賀電 電報中還提到 日中兩國履行對東亞地區和平和穩定的責任 以及回應國際社會期望的重要性 日方發出的上述賀電 招致日本輿論不滿 《產經新聞》發表社論 批評自民黨和其他國黨 此舉是孤式養姦 日本共產黨更是不但無足賀 還公開發言譴責中共 迫害香港人權 和侵入日本領海等行為 日本維新會 國民民主黨未發賀電 日本維新會的幹部還說 如果要發 也是對中抗議文 日本政府發言人 加騰聖信 在1號的禮行記者會上 則就中共百年黨慶 拒絕評論 專家指出 在全球最脆弱的國家 努力應對COVID-19大流行之際 由於中共大市搶購 油菜籽、穀物、肉類等基本食品 致使全球糧食價格 正以十年來最快的速度上漲 加劇了這些國家的困境 據法新社報導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表示 5月份的食品價格 和去年同期相比高出40% 這樣可能導致政治局勢不穩定的國家 進一步陷入更深的社會動盪 梁農組織表示 這是至2011年9月以來最大幅度的增長 在12個月之內 玉米價格上漲了88% 大豆上漲了73% 穀物和乳製品上漲了38% 糖上漲了34% 肉類價格增加了10% 法新社指出 在2007年至2008年期間 基本食品價格開始上漲 最終在2010年至2011年達到了頂峰 當時一些城市因此引發了動亂 並最終導致了阿拉伯之春 據Trading Economics網站報導 5月份 黎巴嫩的食品價格通貨膨脹率 比去年增加了226% 專家指出 目前中共大肆採購基本食品 是造成食品價格飆升的主要原因 經濟學家夏爾曼 Philip Chapman表示 目前確實是中國在助長食品價格的飆升 價格飆升的其他因素 還包括疫情導致的通貨膨脹 巴西干旱造成了玉米價格上漲 有價和海運成本的增加等 此前 中共大量採購飼料、糧食 已經造成很多經濟學家的擔憂 儘管中共號稱達成17年峰 2020年糧食總產量是13,390億斤 比去年增加了113億斤 確保糧食安全無遇 種種跡象卻顯示 中國有出人意料的龐大糧食進口需求 中共百年黨慶大會剛剛開過 一份中共紅二代的官禮名單在網路熱傳 引發網友熱議 有網友說 這才是真正的趙家人 人民只是他們的銅牆鐵壁 7月3日 推特帳號陳唐關發出多張 參加天安門黨慶活動安排表 博家都來了 這才是真正的趙家人 人民只是他們的銅牆鐵壁 北京之心回體人高瑜也發出同樣的名單說 天安門黨慶百年大會 建國之初 四富兩高以上 五十五上將以上家族 一族一人 齊齊登上東觀禮台 坐次依照父輩耶輩地位順序 網友稱 竊物 這才是真正的趙家人 這就是那朝代 不是現代國家 玩滿清八旗那套 那又一現代國家的味道 唯獨一號車 是每人配備一個傭人 無小帳沒有了 代表江青也就是文革的李敏 這些才是國家的主人 家務士 一號車分別是毛澤東的女 周恩來侄女 劉小琦的女 朱德的孫 鄧小平的女 陳雲的女 這些都是持有原始古的老股東呀 江山是他們的 人民只是同場鐵壁 這是真正的股東大會 鐵帽子王 打江山就是打得人民頭破血流 坐江山就是坐在人民身上作威作福 五號車薄熙成 薄一波三子薄熙成 1951年出生 居然沒有毛孫?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 在6月30日就曾在推特上披露 中共黨慶之際 大批紅後代來到北京 從照片看 毛澤東的孫 毛新宇未在其中 該推文也引來不少網民留言議論 毛新宇經常把我爺爺掛在嘴邊 他的言行經常成為民眾關注和嘲諷的對象 德國之音曾經報導說 那實際上是對中央權貴的嘲諷 這次毛澤東的孫毛新宇不在其中 也引起網友猜測 這一節的新聞為你報導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